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美国专讯 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资料显示 全球有大约6亿5千万的女童在18岁之前结婚 占了全球女性人口的17% 由于早婚导致女童无法完成学业 并且又可能导致她们在心理和身体上的不良后果 下面是有关的报道 11岁的巴博家从卖柴佛童子的女孩成为人妻 这样她就可以还清母亲的债母 每年有超过1200万 好像巴博家那样的未成年女孩结婚 一些女孩早睡是因为文化传统的压力 有些人就表示她们的选择有限 早分在各社会都有发生 在美国如果符合某些标准 大多数州都允许人在18岁之前结婚 但是批评人士表示 很多这样的婚姻都是为了规避保护 未成年人的法定强奸法 人权活动人士说 与晚婚女性相比 早婚女性更有可能绝学 遭受家暴以及生活贫困 在各国政府面临采取行动的国际压力之際 个人和团体正在挺身而出 帮助年轻女孩 苏丹陀麦德姆在她婚姻生活中找到快乐 即使她是被逼结婚 我现在没有人认识我 没有人认识我 我们没人认识我 现在我们很幸福 现在很嬉险 很祝福 我现在没有人 我都没有人认识我 我早晚提起我 我早晚认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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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对自己的童年被偷走感到遗憾 他们说他们永远不希望自己的子女早结婚 联合国正在努力争取 在2030年前取消早婚 记者奥尼 华盛顿报导 美国维吉尼亚州 玉伦顿镇有一个龙贸市场 特点就是这个市场没有人看管 顾客是自行将钱放入钱箱里面 下面是记者巴尼金吉的报导 一个位于维根尼亚州旭伦顿的龙贸市场 生意兴隆 大家选购自己需要的东西 然后将付款放在一个盒里面 这个就是这里的特别之处 全靠顾客的自觉性 有一个强烈的厉害系统 所以我并不只是给他赔了他 但我并想给他更多 因为我认为 哇 这种人 阿爾文亨利和他的兒子去年在這個農場 種植了大約50株的番茄和玉米 今年他們種植的數量增加了一倍多 農業仍然在北維州這個地區的生活方式 這樣的市場在夏季和秋季都很常見 對於亨利而言他只是想將他多餘的農產品出售 而不用僱用員工或者一直都守在市場上 亨利說這個完全取決於信任 無論你怎麼想 但他很少感覺自己是虧底 亨利的日常工作是房地產 但是種植農作物和這個市場是令他感到很自豪 亨利說倒舍不是問題 事實上他說當地有紅 他們偷走的農產品比人所偷走的要多得多 記者巴爾金吉華盛頓報道 謝謝美國專訊 我是吳敬陽 下次節目時間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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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次再見